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港股在本周都有哪一些重点需要关注呢 现在我们一来连线创生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苏建邦先生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苏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我们首先想跟您聊一下在过去的周末市场上最大的一个热点应该就是中正间主席的更迭了 对于香港市场来讲这轮调整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那么A股未来的政策对于港股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调整短线的影响呢 马上在港股的那个反应呢就比较温和 也可以说这个人事上面的调动呢 可能在港股的那个效应呢 来得比较中线到长线 那么中国政策会更换了这个主席呢 市场呢都对这个新的安排 希望新的主席呢 在未来面对几件重要的工作上面呢 是寄予厚望的 首先就是最近就一个多一个多月在有关于国内卸力那个课唱版和那个股票四点注册制度 注册制度这两块事情上面 那么特别是那个课唱版 那这个工作呢来得急来得快 那么也希望呢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开通这个课唱版啊 让那些中小型的课网公司 能够有一个融资的渠道 另外呢 在市场的表现上面呢 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年多了 国内的A股的那个行情呢 都可以说是卢水就下 表现呢都是蛮差劲的 就是A股那个成交量低迷以外呢 在去年2018年的整年表现呢 还刹错了两成四 可以说是在主要的环球金融市场来说表现最差劲的一个市场 那么关于A股的股权积压 债券的违约等等的事情呢 市场呢都希望能够新的主席呢 能够在这些方面呢 多做点工作 希望呢能够做一些直接提振A股表现的那些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微观一点呢 就比方说国内A股呢 新股发行IPO公司股权的结构 那个发行股份的那个百分比 希望也能够有所调整 加大那个市场的那个透明度 另外呢 大家都也还有印象呢 就是熔断机器推出之后 国内的主要证券公司 就是咱们在香港说 国家对的证券公司 他们买入了股份 怎么样呢有一个比较传面和完善的那个安排 以及让他们或者是有十度的套现呢 这些也都是市场 心目以待的事情 最后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 就是市场也希望呢 新任的政策会主席呢 能够跟市场和市场有关的从业员呢 能够把那个气氛打得好一点 融查一点 就好像我们看到过去刘主席担任的时候呢 曾经遇到了跟基金管理和资产管理 这两块方面呢 所发表的意见呢 都是有点不怎么客气 所以这一方面呢 也希望将来市场呢 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和谐的经济和经营的环境 另外呢 在今天港股的市场表现来说呢 虽然今天早上呢 港股呢 就能够有一个高开的那个情况 但是目前的走势呢 都是出现了有点高开低走 获利回吐的压力呢 好像在这个星期呢 都越来越越大了 那想问一下苏先生 关于汇率方面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近期是出现了急速拉升 您觉得这会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呢 那么消息面对于此轮的货币调整影响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调整 不是一个大方向的改变 一方面呢 因为现在都已经在春节之前最后一个工作周 那么市场对人民币在结算上面呢 都是需求比较过去的大 另外呢市场也这几天呢 有多了一点憧憬 就是觉得最近人民银行这么积极的提供了 那个全面性的那个降准之后 短期之内呢 就比方说在春节这段时间 以及于整个二月份呢 可能人民银行的那个在货币的政策上面呢 都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举措 没有什么大的举动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也某一个程度对人民币呢 做成了短善的支持 那我们来看看国际方面 美国呢 聚集华为5G的发展 那么周三啊 即将也举行下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 在您觉得 您看来哪些经济事件 还有数据啊 会对大事产生更大的影响 另外港股方面 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重点 好的 这个星期呢 说港股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易周 特别是在星期三 星期四到星期五这三天 首先呢 就是星期三 星期四呢 中国和美国呢 重开那个贸易谈判 那么副总理就将会到美国 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了 当时呢 在星期三那天呢 也查查是咱们一月份 股指期货的结算 还有呢 就是美国在当天星期三 也会公报第四季度的 那个GDP的增长 我估计这个第四季度的增长呢 应该比较市场预期上升 2.5的为大 应该稍微好一点的 最后呢 星期三也有一支重磅的 美国企业公报业绩 就是Apple 苹果公报业绩 然后星期四呢 除了刚才说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 重开第二天以外 还有就是美国联邦取币局 也进行那个利率会议 那么他们对利率的走向 和那个心态怎么样呢 上线会议之后的声明 也是很很有那个影响力的 到星期五当然就是 美国一月份的那个 周业市场报告 到底美国的经济 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的表现 怎么样呢 市场也是非常的贯注的 总的来说 港股呢 已经升到两万七千八百点了 短期来说呢 都到达了一个最初步的反弹目标 在这个水平呢 两万七千五到两万七千八 出现一个比较高位的震荡 是正常的 轻微的调整 在春节之前调整到 两万七千两百多点 也是合理的一个表现 往后的走势怎么样呢 还要看刚才说了 几件重要的事情怎么演变呢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苏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 谢谢 好了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